こんにちわ オモドリです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频道 今天呢我要为大家来推荐日本最最最最最最好看的真人秀 那就是Terrace House Terrace House 三娘在你住在同一个别墅里面所发生的真实的一些故事 它是声称是没有脚本了 就相信就好了 为什么这一个是学生日文的好材料 就是因为它真的会露下来他们平时说话的样子 你必须是真人秀吗 一つ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是完全没有经过修饰的 跟影视作品当中 比如说电影啊电视剧啊当中的一些句子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这也就为什么想要推荐给正在学日文的大家 看看真人秀反而会学得更快哦 特race House 每一次都会选择一个不同的地点 然后一个不同的漂亮的大房子 那么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一部 在Kalizawa 清景泽 我们先来看一看如何做自我介绍 给大家留下很好的第一印象 比我个人的日文的最高是 放入鱿鱿鱿鱿鱿 这一句呢是初词解密一定会用到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五个人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点水 点水 初めまし 初めて 初めませて 初めま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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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初めま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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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呢 是如何說自己的名字 其實有兩種 一種呢 是非常非常有禮貌的禁語 那就是在名字 或者是姓氏的後面加上 と申します と申します 或者只是自己的名字 或者是姓氏後面加上 です 這一句出現的頻率 也是相當的高 那就是請多關照 也就是請你對我好一點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支短一點的話 只說 一起來聽聽看 小諸安美です お願いします ハラーユ habr基本 hazard 我是小諸安美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美月 prz conceisher 中村貴之と申します 佐藤翼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岡本詩音と申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小室亜美ですお願いします 原井雄大と申します 小室亜美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瑞月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中村貴之と申します 佐藤翼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岡本詩音と申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日本社会是非常分辈分的 所以在初次見面的時候 大家都會詢問年齡 這樣可以決定是否要跟平輩人用平語 還是要跟長輩用敬語 問法和中文有點像 那就是有一種是 何歳ですか 何歳ですか 或者只是幾つですか 有點像我們的 你多大了 或者另外一種呢 何歳ですか 何歳ですか 幾歲了 今二十歳で 二十一の代 二十一の代 自分は今 十九歳の代で 十九歳の代 十九歳の代 で十九です いきなりで すみません 何歳ですか 二十六です おいくつですか 僕は三十一です 何歳ですか 十九です ちなみにおいくつですか 二十四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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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の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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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分は今 十九歳の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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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十九です いきなりで すみません 何歳ですか 二十六です おいくつですか 僕は三十一です 二十一です 二十一です 何歳ですか 十九です ちなみにおいくつですか 二十四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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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 日文当中 一般疑問句 就是 一個名詞加上 ですか ですか 所以這邊 如果你想在初次見面 的時候 詢問對方的職業 如果你大概 可以猜得到 他在做什麼的話 你可以問 他的職業 ですか 如果猜到了的話 そうです そうです 如果不對呢 違います 違います 然後再說你 真正的職業是什麼 我們來聽聽看 大学生ですか そうです 三年生 なるほど スノーボーダーですか そうです 大学生ですか そうです 三年生 なるほど スノーボーダーですか そうです 這個詞呢 是初學日語 一定會記得的 那就是 すごい すごい すごい就是很厲害 很牛 すごい的後面 是可以直接加名詞的 最近的年輕人呢 也非常喜歡用這個詞 やばい やばい 或者只是やば 但是通常是男生在用的 那麼就是表示 不妙了 很厲害 這既可以是正面的 也可以是負面的 哇 やば やば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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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やば やば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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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 要再來強調一下這句話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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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不僅僅是在初次見面 要大家彼此關照的時候用 在平時如果要拜託別人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也可以用到 ор too よろしくおねがい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よろしくね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ひとつ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